快樂不講 你懂得呀 還有什麼會放不下 世界很大 還去哪裡呀 快樂就在我的腳下 快樂不講 你懂得呀 還有什麼會放不下 世界很大 還去哪裡呀 快樂就在我們腳下 出發 媽媽嫁到一個王子 媽媽帶了一個爸爸去 玩具大交換 誰能夠贏得姐姐的歡心 禮物要跟你換 要不要換 哥哥說不行交換禮物 姐姐你來看哪這是什麼 不要這樣 新年新願望 他們對老公有何期待 少唠叨我呀 只會賺錢 希望他也會學會花點錢 那你以後多給我點錢 哈哈哈哈 老婆廚藝大比拼 誰能吃出愛的滋味 你需要藏出那個是真的老婆做的菜 我開是左邊那個 你 肉買的不錯 這個 這個是蔥 這個不是蔥 這個蔥切的是長蔥 這個蔥切的是短蔥 誰要你點瓶蔥和不是蔥 你算哪根蔥 哈哈 太適合了 哇 嘗嘗好香啊 我一會兒能試試那邊的肉嗎 哈哈 這個是稍微鹹的 不行這個太鹹了 你怎麼知道那個是我的 哈哈 啊啊啊科學實驗站 辣姐重回魔壇 歡迎大家來打架 我的魔術沒有破箭 是演魔術還是演魔術 我媽媽怎麼那麼高啊 假假 好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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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裡有問題 她的預言能否成功 爸爸 把多多對你說的三個字 寫在那個紙上面 這個帖子上面 傳遞了有多多 對黃磊老師說的話 說的什麼話呢 我們一起來看 哇哇 謝謝大家 各位好 各位好 みなさん 敗年了 恭喜 快點了 別忘了 喜 mesure 謝謝 好 好 大家拜年了 上轿给我春节了 谢谢 感觉这个现场有一种仙气 有没有感觉到 有感觉到 就觉得就是好像 好像有那种洗神的降临 有众仙佳来给大家拜年 我们掌声欢迎众仙佳 各位仙佳 各位仙佳 咱们开会了 这个明天呢 就是过今年了 我们呢又要下凡去送祝福了 我们今年众仙佳 那该把祝福现在送到哪儿呀 当然是爸爸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那爸爸好像都去那个 快乐大北营了 快乐大北 好 先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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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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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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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 同期 财神爷好 好的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vivo智能手机快乐大北营 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快乐家族之外 还有福星 陆星 这个寿星跟财星 财神爷 财神爷 这个是什么 这第二位是呢 呃 寿星啊 哦 这个是杨威 杨威自己挑的 你以为是到了海滩 套到一只海巷 不是 这杨威自己挑的 因为那样显高 请大家重哪还有啊 所以这个也很显高啊 真老干呦 真老干呦 给大家送上这个 新春佳节的问候 因为马上这个新的一年就到了 我们从Gary 从曹格先开始好不好 这个福星 好 祝大家幸幸福福 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福气满满 哎呦 哦 哦 还在戏里面 你把他所有知道的碟字都用完了 哈哈 好 下面这个路星是指这个升官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希望大家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 海滩你赶紧去握个手 你被 海滩你被镀台了 哎呦 哎呦 太吓人了 不敢不敢不敢 镀台 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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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到我们杨威了 杨威 杨威其实这个祝福 应该是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心里都想要的 这个健康跟长寿嘛 对不对 希望大家真福真寿 只要看到我真面目的人 都能长命买税 真面目是什么 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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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爷大家最喜欢了 祝大家财源滚滚 钞票多多 生意新龙 恭喜发财 我们爸爸去哪儿 这个第二季的爸爸和孩子们 也给亲爱的观众朋友 准备礼物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有爸爸去哪儿2的大电影 要跟大家见面了 而且这一次呢其实 很期待 因为这一次他们是 飞到这个斐济 对我有看了一点点 那个宣传片 我看到那个多多跟洋洋洋 在海边 那个太美了 那个就是实景拍的 那个是在棚里拍的 哎呀看起来好像斐济 那个是在超北京拍的 北京拍的 哎呀离得也不是很远吧 那个幻日县 是从那个 对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子午县 子午县 好像是唯一经过陆地的部分的时候 就是在 就是在那个岛 斐济有个叫子午县岛 就我们拍爸爸去哪儿 那个电影 各位都是第一次去斐济吗 是 老婆去了吗 他们是最后最后来接我们走的 他们后来 我们一起呢 开开心心的 好不好 开开心心的 来给大家祝贺新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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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从我们这个杨威 杨云两位给大家打招呼 打吧 什么叫打吧 打吧 打招呼 打吧 说习惯了 大家好 提前 新年好 我 你说吧 一会儿 我们现在是二杨 然后一会儿杨一杨上来就是三杨 三杨 对 就在新年中 三杨开菜 好 非常好的祝福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就是路易跟抱抱今天是走的这个清新粉色系 对 很粉搭 好 来 两位给大家打招呼 好搭啊 今天老婆来了 所以我要收敛一点 哦 这样子啊 正经 正经一点 对 你就是老婆不在你就不正经是吗 我不是说老婆还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吗 我们请抱蕾来给大家打招呼好了 大家好 我是被妈抱蕾 这是被挖 路易 在这里 路易 路易 那个维加皮 说你穿的子舞线 就是从中间 一脚在昨天 一脚在一天 今天呢 一脚在昨天 今天去哪了 有一次我看了微博嘛 看那个路易的微博 我今天再就是特别认真地打量了一下 因为那次路易发微博就是说 他这一生当中最爱就是爆垒的这一条长腿 哎呦 真的太长 又长又直 真的是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黄老师和我们孙力了啊 来 掌声欢迎两位 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新 新春可以 你在装什么黄老师 你在装什么 我刚才是来路过一段是吧 路过一段是 我不记得 因为确实把我热得够像 你是你 还是你 没有 我们让孙力说 让孙力说 孙力来做个这个问个好 可以说吗 今天情人节是吧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我是多多妈妈 然后黄太太 你看 你看 本来在很多那个 我记得那个时候美人鱼啊什么 对 余美人 余美人 反正就是在那个时候 孙力在你们新闻当中 是个女神样的演员 但是孙力现在给自己加了多少人生的前缀 我是多多的妈妈 黄太太 黄小厨掌柜 但孙力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们在底下看 像刚才杨云洋维 他们是那种这个爱心嘛 然后他们两个是那种卖蒙清新的挥手 孙力完全是话剧心 他就羡慕 他就羡慕 他就羡慕啊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羡慕来的 你在旁边 他在旁边他一出来 以为他云之凡 我们是一起羡慕的东西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妈妈们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在节目当中看到 因为这节目叫爸爸去哪儿 但是呢 新的一年到来了 我们在一开始呢给每个妈妈一个机会讲一个最想要对自己先生说的话 希望2015会不会希望新的这个是阳年吗对不对 希望阳年你可以做到什么每个人有一个期待好不好 好 我们从我们杨云先开始 你上来就这么感人 温柔一点 温柔一点就行了 我说 我说 你说对 你说对 你说对杨威的那个 这样 你们先说说 先说说 杨云首先对他老婆就说你 你在家里也是熟练 熟练的笔子 刚有说 我那个 我说 我说 好 这样 先两位先说一下 先说一下你们在生活当中私底下 杨云管杨威叫什么 有没有昵称 就 杨威 就杨威 你呢 云云 不是 他不是叫云云 他不是叫云云 他 云 哇 还有偶像剧的那种 那种腔调 真的吗 都不是云 是云云 云云 云云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叫云云 叫云云 叫云云到爸爸这里来 云云你要过来 杨威说什么呢 好 对杨威的新的一年有什么要求 就希望他在新的一年里 然后讲究一点 什么意思 就是上次我不是来快本的时候 说说杨威不爱洗澡嘛 现在投诉他的意思回去 每天回去第一件事先去洗澡 然后现在看头型也不错 你觉得是有用的 在大本营题的要求会有用对不对 对对对 希望他新的一年更讲究一点 对 好 下面到我们路易跟我们爆雷 路易管爸爸叫 爆雷是叫什么 宝宝 宝宝 有没有那种宝宝那种强调 是正常就是宝宝是吧 好 那爆雷管路易叫 老公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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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生活就是偶像句好吗 这两个人 你们怎么了 被你们感动 太感动了 你以为他们这是特别为节目穿的盛装吗 他们生活 他们这是厨房里面做菜的一样 这么正确 早前见到对方的第一眼就是这样 对 平常所以 平常路易都穿成紫舞线 来问问爆雷对于路易 对于路易的新的一年的希望是什么 我希望他新的一年 不要光只是 只会赚钱 希望他也会学会花点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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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好奇你们这段是 有什么典故 哇 没有 就是不知道如何抒发心中的震撼 都为你们感动 都为你们感动 他就是光 光往家里拿 就不往外花的那种 对我也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今天也要对爆雷说 那你以后 就多给我点钱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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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精彩 哈哈哈哈 这个精彩 就是 人前煽情 人后也来点实际的 是吧 不错了 真的是捕刀啊 捕刀 那接下来是黄老师跟孙力 你们俩这个私底下 这个要认真说啊 这个必须考却 一个白眼 因为我知道 这个私底下 是吗 黄老师管孙力叫 就叫她妈妈 就跟着多多叫 有时候叫她多妈 有时候叫她妈咪 也有时候叫她宝宝 对 绝对实实 孙丽 特别想听 孙丽姐要跟黄老师说什么 我一般就叫她黄磊 或者跟着多多叫 叫她爸爸 对 而且孙丽每次叫黄老师 都是那种特别冷静的 黄磊 听起来好像 有允有兴 进了警察局的感觉 这边还有一个好扬威的呢 扬威 我们问一下孙丽 对黄老师的新的一年 有什么要求 提一个要求 能说吗 第一年就是 我只察觉 然后你来说能说吗 扬威说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对 对 因为刚才这边是这样的 我 我 你是问我 我说 能说吗 扬威说 你看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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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少唠叨我一点 然后 不要够洗脑 洗脑 人家还洗脑 你吃个传销组 没事 人家洗脑 干嘛 没事 跟森林姐洗脑 你可以洗脑 老师我给人洗脑 真的 现在黄老师特别像是那个人生导师 你知道吗 孙莉黄老师给你洗了什么脑 你现在很介意 我就又忘了 因为每次吵完架的时候 我就要想 我一定要记着这件事 然后下一次 我在跟他讲道理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讲给他 就攒了很多很多 可是每次到下一段 我就忘记了 然后他就开始讲我 讲我讲我 到最后会觉得 哎 这件事情好像是真的我有问题了 所以说你攒的太多 架不住他一直洗呀 洗得起 他最重要是这样的 他说黄磊 你有问题 你没关灯 洗完澡 不关那个浴室的灯 我说 可是你记性不好 你说我没关灯 这个前提就错了 因为你根本没记住 是我没关 还是你没关 好像是我没关 多吓人哪 好厉害啊 晚上我们跟你取取煎熬 教我们两天 事实上 但是是这样 家里有时候洗完澡 谁没关灯呢 说不清楚 明明是你 谁洗的 老师在给我们洗脑 你是我容易吗 你这么想 你不记得是谁 最后一个进去的一次而已 那如果明明是你没有关灯呢 我不记得我也不记得 怎么都是你对 今天是这样 因为这个几个爸爸都在爸爸去哪 表现非常优秀 所以呢 今天我们特别让妈妈们 亲手做一道菜 来奖励自己的先生 虽然除了杨芸 好像比较会做之外 另外两个妈妈都不是能手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考验一下 夫妻之间的默契 夫妻默契大考验之 猜猜老婆做的菜 今天妈妈们亲自下厨 为的就是给老公 做上一道热腾腾的爱心料理 但想吃到妈妈的菜 哈哈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你得先猜 为了加大难度 导演组决定安插三位神秘人士 与妈妈们做同样的菜 来混淆视听 她们分别是大北营女导演 最红黑衣人小芳 以及大龄单身玩机代表胡欣 看着妈妈们做菜的架势 来看我做不点 我都开始做不太切了 小编也表示 深深的担忧啊 而猜对的人将会拥有老婆给出的特别奖励哦 都说老公知老婆心 那老婆做的菜到底知不知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先给我们每个老公发一个这个题板 写好了我们先公布一下 然后我们再请老婆签字啊 来杨威写的是 如果杨威待会猜这个菜猜对了 你将 肯定猜对啊 将获得什么 将获得老婆每月有一日为温柔日 以此鼓励再接再厉 希望每月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温柔日对吗 对温柔一点 向丽姐学习 不是向暴蕾学习 为什么不是呢 也向丽姐学习 为什么向丽姐学习 哦不是 丽姐怎么了 是向丽姐学习 对对对没说说 丽姐怎么了 我的感觉当中暴蕾是更温柔的 丽姐怎么呢 好下面我们看陆毅写的是 老公陆毅将获得每月增加500元零用钱 以此鼓励再接再厉 好心酸啊 好具体 好卑微好心酸啊 好感人 好黄老师写的是 我打车普通打到普心 老公黄老将获得老婆孙力 经常锻炼身体 以此鼓励 哦 这个是 虽然是自己提的要求 但是是为老婆好 对对对好 那我们就依次来了 先从鲍蕾的先来啊 鲍蕾你做的是一道什么菜 是一道上海比较传统的菜叫红烧肉 红烧肉 好 这里有比较难 一个第二个很难吗 从现在开始不许做任何提醒了鲍蕾 不给不能给老公提醒哈 我们来看一下 欢迎各位 回到我们的vivo智能手机快乐大饼 我们是快乐家族 好希望大家呢 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就在屏幕下方 可以随时跟快乐家族聊天 也有更多快乐大饼的好消息 跟大家分享 一起来抱抱 好 从现在开始不许做任何提醒了 抱来哈 不给不能给老公提醒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不错 这做的 看上就好 好 专业的这是 也是专业的 一个油多一个油少 这两个感觉就是 一个人做的分了两盆 这一个砖比较多一点 而且这个切的要稀碎一点 黄老师一直在旁边 这个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明显的 我还是左边的 你先背 你先管自己 我要给他放点烟雾蛋 你给放烟雾蛋 尝一尝 尝一尝 这么大块 好 肉买得不错 对 肉买得不错 对 肉买得不错 你吃过爆雷做的红烧肉吗 没吃过 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没有说前车之鉴的 没有经验可谈 就是凭你的感觉对不对 对 好 就这个 等一下 等一下 为了我们更敬业 专业一点 十十九 十九 这好吃 做这个的一定 一定什么 架得出去 那个油 吃一次 这个油 少 打牙剂的感觉 也不错 这怎么办 这也架得出去是吧 这也一定能架得个好老公 这个葱切的不是很专业 好 爆雷梅我没吃过他做的红烧肉 但他吃过我做的红烧肉 我觉得他肯定会 按照你的风格 按照我的风格做 我的风格就是黑暗料理 重油 重糖 重酱油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这一盆肉有半盆是油 来 你尝尝 有道理 我不爱吃红烧肉 你吃过吗 你这种吃不到红烧肉 他是来砸场的 我看你 杨薇我就说 你一直在我旁边咽烤水 我就不说你了 杨薇赶快 说不定回家就吃不到 你还不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是很瘦的 是很瘦的 你特不及待在这罐上 你最近是这个对不对 我平时在家做饭 也是一桶油做不了几个菜 一桶油 杨薇说 杨薇说他不爱吃油 这个 这个是葱 这个不是葱 是葱 是葱 谁要你点评葱和不是葱 你算哪根葱 这个是葱段 切的葱 切的葱和那个 这个好像不是葱 是菜 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 跟你一样 我的观点跟你一样 是葱 你想吃就直说 好 确定了 这个是报蕾的对吧 确定 好 确定了 这个不好吃 要搬出杨薇来跟你 你说什么这个不好吃 为什么这个不好吃 这个好吃 你说这个好吃 如果这个不好吃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是 爆蕾做的 你是不是很 就很伤人心 得罪了吗 都是这样 好 他反正都在食物链底 我们每一个菜都让杨薇尝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这样 然后现在公布了啊 注意确认的这道菜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鲍蕾做的呢 请揭晓 恭喜答对了 与此同时杨威真正的 得罪了鲍蕾 我觉得鲍蕾能够做成这样 我真心的感觉不错 我觉得鲍蕾 鲍蕾 鲍蕾你还真可以 你做的也是很好做的 你是不是忘了前面你说的 杨威说了他不爱吃红烧肉 所以是越好吃的红烧肉 他会觉得越难吃 对不对 哇 这个洗脑洗得好啊 好神热 好厉害啊你们的 好 恭喜首先路易 路易成功 路易成功了 那么假的到底是谁做的呢 这个是假的 是王晋 是你做的吗 王晋 你这个小啊 你不要做到小胖旁边 不然别人以为你们俩是一对 好吧 这是我们王晋啊 我们未婚的大本营的女导演 明明是在采访王晋 小胖坐在那儿 真是不放过任何的生机的机会 任何的机会都不放过小胖 小胖人家这是属于王晋的镜头 王晋 你做的真好吃 还没有坐到旁边去 好 而且黑人的规定作息是这边 黑人都在这边 他为什么要坐到那边 好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 这应该是杨云做的部分了 我们同样把这两大菜 哇 哇 这个厉害了 这也是 哇 这两个菜 这就麻烦了这两个菜看起来一模一样 那这样一看你真是葱 我觉得这两道菜真的是 你看还是要看葱 看到没有 一模一样 这个葱切的是长葱 这个葱切的是短葱 那你是长葱 短葱更加专业 我觉得专业的是 你是左撇子啊 我左撇子 哇 好棒啊 我代表所有的左撇子尝一口 这个左撇子有什么 确定左撇子都爱吃鱼吗 你没有接话大家不会怎么样 来来来 怎么样你尝品尝以后感受如何 这个好吃 你吃什么 你还没吃呢 你也没吃 这个真的很专业你看到没有 这个葱 你好在意葱 我再喝口水吧 来来 好 谢谢佳哥 谢谢佳哥 这个遗憾呢 那那那那 你吃了就很专业 这个硬度都 这个不行这个 你看的是你最 肉最紧实的部分 这个地方没吃 蘸点酱吧 对 她不好吃 所以你在那里叫 画好密 怎么评价 我觉得这个是杨芸做的 因为这个做的淡知道吧 这个味道没有那么重 杨芸的那个做的菜味道重是吗 而且主要这个葱切的专业 我们可以在旁边压嘛 这个绝对是杨芸做的 我觉得这两个菜做的好像 味道好像 但这个轻一点 葱老师你尝了这个吗 我尝了 这个味道稍微淡一点 不是 它是清爽一点 它看起来就是味道是重 但是吃起来是清爽的 我还蛮喜欢吃的 我那个都没有蘸酱 吃的都还挺好吃 葱老师别吃饱了 葱老师每个菜你都吃好几口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它这个鱼啊 放下去炸的时候 这个好吃 哪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鱼感觉比较活 这个好像是 去世一段时间在做的 我觉得这个 第一个呢 一个是葱切的比较好 第二个呢 味道比较重 第三个呢 它这个尾巴啊 它炸鱼的时候 杨鱼容易把它炸破皮 焦 炸碎了 这个你看 整只 它功力没进步那么快 我觉得 就是那条鱼 是你老婆做的对不对 这条啊 好 这条对不对 他觉得这个炸得好一点 就是功力强一点 好 我可以告诉你 假的那一条 假的那一条是小芳做的 就是如果你认错的话 就是你以为小芳做的是 你跟他把小芳娶回家 小芳做的是好是吧 小芳又开始坐到了镜头前面 他又摸过来了 小芳的厨艺很厉害 他炸鱼炸得挺好的 那尾巴都没断 好的 那我们来接下来 来 佳佳 把杨威觉得是 这个太自信了 杨芸做的那条鱼 对 端起来 如果是假的话 就说明是小芳做的 来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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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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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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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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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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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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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2 2 这个是稍微咸了点 这个蛋 这个咸 这个呢 下了点功夫什么呢 他把西红柿给皮啊 还去掉了一点 有人因为欣欣可能没那么认真 这个是孙力做的 这个是欣欣做的 不是不应该出现在里面吗 这是孙力做的 这是吴欣做的 这个还稍微咸了点 这个是真的有点咸 再尝尝它是不是我的问题 其实这两道菜 真正的吃法是拌在一起 味道就是 稍等一下 这真的有点咸 有点咸 而且这个 真正的吃法是拌在一起 一起吃一口这个 吃一坨红烧肉 好 确定了吗 黄老师 黄老师 你试误一点 这是孙力做的 是吗 好 揭晓了时间了 这个长得比较好 等我再想想啊 那边能不能稍微顾忌一下 这边那边吃红烧肉的 杨威你要过来评价一下 杨威吃一口吧 杨威吃一口 杨威吃一口 杨威你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吗 黄老师猜这个是孙力姐 你看这个卖相 他们用的不是一个厨房吗 是同一个 你们是诋毁别人的老婆 是一个 不是 怎么没冲呢 现在是质疑涂法 我记忆到在里面怎么没有冲 那我们这儿已经没了 都用完了 都用完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咸 咸过头了 咸过头了 偷了那个 又没有鸡蛋味又没有西红柿 跟你炒得差不多 是好还是不好 那个我觉得好啊 好啊 这个吧 好 揭晓了 这个是孙力做的吗 我们来看看 如果猜对了黄老师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他第一次 第一次 因为他刚才说孙力不温柔 这个太咸了 真的 我记得这个太咸了 你怎么知道那个是我的 说不定是孙力 他就开始诋毁了别人的老婆 他好像都是这样感觉 又诋毁了别人的老婆 来 来 诋毁完老婆开始诋毁主持人 好 来 看是不是 猜对了 这个就是吴欣做的 这个是吴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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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太好吃了 欣欣 你这好闲啊你真的 你们几个要不要尝一下 不要 我不要 你尝一下还得好尝一下 你不现在卖一下好了 好 恭喜恭喜黄老师 来 孙力我们在这个黄老师的这个要求上签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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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爸爸那个肉做真不错 是 鱼也还行 但是西红柿炒今天特别好吃 我觉得最好吃是这个 孙力 别被洗脑了 加个往我那个菜里倒水 加工程度倒菜 你这个菜看着还是很好看的 是真的 因为我没炒太久 不是 人家辛辛苦苦 炒的你往里面倒水 是有多咸 这样 这样 我们有一个惩罚 就杨威猜错了嘛 我们的惩罚是老公抱着老婆深蹲三次 这个 这个太简单了 别别别 你别抱我了 我这个人在群里 哦 那你抱就不罚了呗 对吧 不不不 你抱那个做鱼的人 你抱小芳 小芳 因为你不是说小芳那个是 小芳 我问一下你的菜被杨威当做是她老婆做的 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很荣幸 在今天是就是五个女生做的菜当中加入了一个你做的菜 你对于你杀入到这个老婆街有什么样的评价对自己 我 可以做一个良家富男吧 好 来吧 深蹲 来 公主棒 你要佩服一点 加油 加油 这个手要使劲 这个手要使劲 加油 等于你要挂在她身上 来 三二一跳 走 小芳一直在 好 过个腰 好 来 小芳 可以了一次可以 你的表情在享受什么 一次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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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小芳 好 谢谢 对 现在呢这个夫妻之间的默契 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可爱的这个小两口 接下来孩子们要来了 谢谢大家 helped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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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掌声欢迎我们小朋友 来到快乐大北 好 每个人都要先 跟那个大家打招呼 首先杨爱阳爱 你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杨爱阳 我今天五岁了 大名叫什么 杨文昌 你属什么的 牛 属鸟 属牛了 属鸟还是属牛 鸟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下面 我属老虎 我改成兔子 你原来属老虎 像改成兔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姐姐 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Sister Sister 好 你的大名叫什么 大名叫什么 姐姐 你不是姓曹吗 我的英文名字是 是什么 Sister 好 舅为什么没有来 因为哥哥去考试 所以妈妈在陪着哥哥 对不对 对 虽然舅今天没有来到快乐大名现场 他有一个短片跟快乐大名观众问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多多 佩儿 杨杨杨 我还想你们 今天我不能去 因为我今天要注册还有考试 所以我不能去 明晚我会想你们的哦 刚睡醒的样子 没有走心啊 刚睡醒 有在看其他的地方 这让我想起我们每年都要录很多那个VCR 就在这里要住什么什么什么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Vivo智能手机快乐大名 我们是快乐家族 好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就在屏幕下方 可以随时跟快乐家族聊天 也有更多快乐大名的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一起来包包 小朋友其实参加了爸爸去哪儿之后 最近又学了一些新的这个才艺表演 首先是我们杨阳来 听说你最近有跟爸爸妈妈一起看那个电视剧 对不对 看那个电视剧有没有学到什么有趣的台词 妈妈说你看到爸爸从厕所里出来 你就会对爸爸说什么 爸爸驾到 爸爸万岁万岁万万岁 只是去上了个厕所 然后你要这样拜吗 你是要这样 爸爸从厕所出来你就 这边有厕所啊 不是 好 这边厕所啊 爸爸加油 哇 哈哈哈哈 她平时 表演这么真诚 在家里面这么辛苦 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一叉奈 好那杨阳我听说你最近学会了新的歌曲 对不对 你要给大家来 我用用我的麦克风好不好 你拿着唱唱童话好不好 好 是第一次要唱童话是吧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和我的天使 张开双手 变成翅膀守护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能回想童话故事里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爸爸又出来了 爸爸又出来了 爸爸又出这首出来了 快快快快 哈哈哈哈哈哈 童话破灭了 哈哈哈哈 童话破灭了 哈哈哈 你唱得真好这个 嗯 杨阳 第一次听你唱这么好听的版本 杨阳唱得很好 而且杨阳阳不知道有从哪里学会了一种那种特别山情的台风 展开双手 变成翅膀守护你 变成翅膀守护你 特别棒 杨阳 来 棒棒的 好 好 下面 来 姐姐 嘿 姐姐 听说你学会跟爸爸一起合唱跨年的歌 过年的歌曲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用我的麦克服吗 我把我的给你 那你用爸爸的 跟爸爸一起用这个 跟爸爸用一支吗 那我开始啊 你这样 你 你用爸爸用他的我用 为什么 想要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没有 只用爸爸用过的 她说因为我喜欢你 她过去 来了 来了 财神到 东东东东东町 财神到 东东东东 town 财神到我家大门口 东东东东抢 财神到 东东东东墢 出财神 东东东东墙 财神到我的家里头 咚咚咚咚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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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墙 你最后一句 咚咚咚墙 耶 谢谢 你要看得好吗 看得好 你今天这一首 那这样好了 今天两个小朋友呢 会给我们拿来他们平时自己心爱的玩具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看看两个小朋友平时都喜欢玩什么样的玩具 好不好 来 我们把小朋友的玩具拿上来 玩具是小朋友们的童年最爱 他们是儿时最好的伙伴 今天两位萌娃特意从家里带来了他们最爱的玩具 快乐家族也为孩子们准备了新年礼物 神秘礼物是否能赢得萌娃的欢欣呢 他们是否愿意用自己的玩具 来交换礼物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吧 姐姐 Trace跟我讲讲你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要介绍他是谁 这个是哥哥的 然后粉色的是我的加娃娃机也是我的 这个小的加娃娃机是可以加娃娃的是吗 那这个是要怎么 是要平时就是跟他玩吗还是可以坐上去 坐上去 坐上去然后你你脚一直跳开他就会跳 我不信 我不信 就是这样子 来来来来试一下 你要玩旧的是吧 好一起 跳出去了 跳出去了 跳回来 跳回来看弦 看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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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转圈 转圈 要回去 好 小心 小心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哎呦 对 他有名字吗 他叫什么 他大名是许愿 小名呢 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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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许对不对 大名叫许愿哈 好 贵 你这边还有你的你的玩具 你带过来 那是什么 有个大人在这里摆摟 哇 这么多娃娃 你跟哥哥说你带了几只那个兔子过来 二十只 二十只啊 他最喜欢兔子 最喜欢兔子啊 他属老虎嘛 可是他自己说我改属老虎 那个 属兔子 自己改了 你属老虎改属兔子 我也是属老虎 我要不要改属兔子 谁啊 是我 我为什么不改兔子 因为我喜欢兔子 哪只兔子是你最喜欢的 Grace 他有窝啊 这只 他有窝啊 这只 他有窝啊 这只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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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一拍他就会跳 好可爱 杨 杨 跟我讲讲你的玩具好吗 好厉害 快来看杨杨杨的玩具 按着 给你表演一次 好 表演一次 哦 转球 佛罗这样就转起来了 这两个碰到一起之后 这里这两个就会爆开 然后 这小陀螺就会转 不需要转了 也是意思了一下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好了 这是什么杨杨杨 变形金刚 变形耶 这很高级啊 他这个是不是还少几个轮子呀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 拖着他 那个是车头 这后面是他的货箱 那这样 今天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 我想我们想跟你们来交换一下礼物 好不好 先看一下我们准备了什么 第一个是谁先来 好厉害 哈哈哈 很棒哦 挺好 知道了就是蜘蛛侠的 哈哈哈 是我 啊 哪里 哇哇 这边有人需要帮助吗 我是维护世界的蜘蛛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 不是 你要挤 你站在这 你那个要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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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厉害 哇 我可以换你的变形金刚吗 要拿你的跟他换吗 他要换你的变形金刚 他要换你的变形金刚 他要给你换 真成功了 你这么大个变形金刚 换他一个那个 不要吧 你换的是超 你换的是一个超级英雄 那你会变吗 那你会变这个吗 那你会变这个吗 不会变就不换了 哈哈哈 你得会玩 你配不起用它 对 那你要会用它 他就给你换 我还不太会用呢 哈哈哈 但是你想要他在手里面什么东西 我就 哎呀算了给你吧 那就不行给他 那就不能给 姐姐跟他想不行给他 哈哈哈 那就送给杨阳吧 娜娜你不是也准备一个吗 好 好吧 我来一个 这个好 姐姐 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我要 你要跟我换呢 哇 哇你这个 已经好 要不要换 太得他欢心了 完了他太 你来打开他 你真的 不要这样 你变他是什么 兔子 让他出来 小心 哇 出来 你要叫他 你要给他起个名字 叫他出来 他叫什么 白兔 哈哈哈 你把小白兔请出来 把小白兔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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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我可以拿这个白兔 给你换许许可以吗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吗 还是说 他一直摸摸 一直摸摸 一直摸摸 他喜欢你 他喜欢你 姐姐那我们可以拿那个 那个兔子换这个兔子吗 姐姐 可以吗 可不可以 可以 也可以 可以 你喜欢兔子都给你 好不好 我们真的在家里问他 诶 今年 新年他许什么愿望 他说他希望他有一个 真的小白兔 哦 因为他房间都是这些了 都是那些 都是兔子 然后他说今年他的 真的愿望是希望 是有个真的小白兔 对 姐姐 他已经放进行李箱了 放着带 要带着 默默的 默默的 你想要那个假的白兔 他真的喜欢 真是的 他真的喜欢 在我的心中 然後我做事 好 因為我會唱到 小鼓歌 我會唱到 小鼓歌 我會唱到 我會唱到 學會唱到 小鼓歌 欢迎 好 首先那个多多黄艺词 小朋友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多多 很爱 到贝尔了 大家好 我是贝尔 贤淑 好费哟 你们两个 那新年到了 我们首先请小朋友们来说说自己的愿望 贝尔 你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 你跟我说说 我新的愿望妈妈可以说 不要穿等裙 穿长裙 你想穿长裙是吗 你喜欢穿长裙 然后妈妈就会说 不要穿衣服 穿长裙 妈妈要你不要穿衣服 她就是在吐槽妈妈 是妈妈要 因为妈妈每天说穿裙子上学不方便 做活动 咱们穿裤子好吗 长裙子不方便 穿短的好吗 你喜欢穿长长的裙子是吗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 还有别的愿望吗 好实际 还有别的愿望吗 让我长成长头发 长成长头发 所以你要穿穿 然后剪也剪不掉 剪也剪不掉的长头发 就一直长 一直长 所以就像公主那样有长头发 和长长的裙子对吗 多多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妈妈再要一个宝宝 这样就有三个宝宝了 家里 你有这个愿望你妈妈造吗 我没有特别跟她说 你没有特别跟她说是吗 没有没有 这该不会也 刚好也是我的愿望是吗 我想要的那个愿望和 让爸爸妈妈姨姨 奶奶姥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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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 他们都一直都健康 都可以一直都不死 好感动啊 贝尔我们再想一个愿望吧 贝尔 除了那个 除了头发一直长长剪不掉 说吧 说想到一个王 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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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伙伴 请问那个在爸爸去哪儿几个小伙伴里面有没有王子 爸爸 爸爸像王子 爸爸 哇 所以只有爸爸像王子是吗 嗯 哦 你要求好高啊 好 我问问一下 两位这个就是的家长啊 他们参加完爸爸去哪儿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好不好 孙丽说吧 孙丽还沉浸在还要再生个宝宝的这个信息的处理当中 他除了身体上的变化就是个子长高了脚也变大了 他除了身体上的变化就是个子长高了脚也变大了 我觉得参加完爸爸去哪儿贝儿他是真正的爱上我了 真正的爱爸爸了 对 有什么表现 他以前对于我让我出去外地工作啊 他是挺无动于衷的 我现在呢就参加完爸爸去哪儿之后呢 我可能说哎呀明天爸爸收工了会回来 他前一天晚上就会在家里想我想到哭 就是明天要见到爸爸了所以他就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那个做那个心有灵犀的游戏了 好不好 好不好辛苦 这时候我不认识字怎么办呢 上面都有画上面全部都有画摆一下 心有画那太简单了 那太简单了 新年壮大运之心有灵犀 每组以家庭为单位一次用头去撞起台上的题目 让对方描述看哪组在规定时间内猜对的题多 小朋友们快和爸爸妈妈一起壮大力吧 好哪一架先来哪一架先来我们先把题目准备好 多多多谁先去想好了吗 多多献起 哦多多心去你是这个上面的题目哦好 一杯开ो 快快快快快啊 快快快快 快进步吧 好 多多就是那个每次那个 新闻演完之后要让我们 有一个四个字 然后告诉我们第二天 学校会有一个四个字 会告诉你 那个那个 第一个字是 天气预报 好回答教权 快快快快 两个字 绯闻 好回答教权 好 四个字 啊什么 哈哈哈哈 这是那个童话共产队喜欢的 啊我最喜欢 啊 好和七 七个小耳人的是什么 你要对这话头 好回答教权 来多多快 多多来快快快快你心里 啊快快快快 满 4的好 来啊这个这个四个字 第一个字就是 呃 呃 驴 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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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一个游戏 一个游戏 一个红色的 五个字 然后那个东西 小鸟 小鸟 什么小小鸟 第一个 前两个字 生态度的小鸟 对 多多好 哦四个字 一个音乐剧 对 一二一四个字 还有呢 前两个字是这个 回答就是 好 实践到 我吓人了 知道妈妈这个 这一家人合作成功的七道题目 掌声给他们 好厉害 好 接下来到我们贝尔 鲍磊和路易了 我们也给贝尔 小朋友加油好不好 来 紧张妈贝尔 妈妈先来 妈妈先来啊 好妈妈先来啊 好加油哦 一位开人 好 鲍磊先上 跑慢点 好 中国的国宝 大学宝 两个字 两个字 熊猫 好回到正去 贝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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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你要跟妈妈 跟爸爸一起猜哦 来贝尔 好 个子最高的人 杨明 回到正去 贝尔好厉害 好来 注意一下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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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三个字 是在学里的 美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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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愿说的 来 好来 贝尔 贝尔 快来三个字 在 公主一般都住在什么地方 城堡 对 你们家是 你们家是 四个字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 特别爱吃过年的时候 糖糊 换一次 四个字 糖糊是对的 贝尔 回到正去 来贝尔上 贝尔上 人家不用 人家不用 人家不用教育 我帮帮你 我帮你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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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欢讲的一个童话故事是 你看这是什么 对 你最喜欢的一个童话故事 猴子 什么 猴子捞月 你说 大声也说 猴子捞月 猴子捞月 对了 好 时间到 好 也不错 我们也有八道题的成绩 好 哎 哎 他们家真的 水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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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住的 公主住的 可以啊 这样这样 你要再猜一个 贝尔贝尔 你来 你弄一个这个 然后多多姐来跟你 跟你比你来猜好不好 来 多多你跟他猜 这是什么 什么动物在澳大利亚有 然后这里 这里有给带 带鼠 带鼠 对了 来 来 给你来 直接沾导 没有带的 我帮你拿着 我帮你拿着 看在草里面 猫猫虫 绿岳仙做那一件 绿岳仙做那一件 绿岳仙 狮子还有呢 狮子王 还有呢 豆腐人 回答就去 好了好了 还有还有 好来来 有巧克力的 哈哈哈 巧克力做的蛋糕叫什么 五个字 回答就去 这道题目好真实啊 好 掌声给他们 谢谢 厉害厉害 好 我们贝尔 对 贝尔和多多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还有别的小朋友来了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二二二科学实验站 好 大年初一的时候 会有爸爸去哪二的大电影 那今天我们也把几位 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上一次我记得给你们准备了一个 可以在泥巴里面 可以防水的衣服 对不对 不让泥巴 不让泥巴弄掉衣服 衣服是不是撒了粉 不是撒了粉 它是用纳米材料做的 姐姐 你后来也穿过那个衣服 对不对 我穿的是白兔 小白兔 对 那个衣服热不热 不热 不热是吗 我们去那天正好挺冷的 都江燕嘛 对对对 我就拿了那两件 正好那天又是在山上又有雨啊 又又有泥啊 太上用场了 对啊 叫狗哥来 我的狗跑哪里去了 在后面呢 对 赶快去帮他 他跳不过来 帮他 狗哥过来 小白兔在救小狗 哎呀 天哪 对 马上拍上 你把衣服还给人家吧 这次又来了 你拿了公家的东西 不用不用不用 大家记不记得那一次有一个魔术的表演师娜娜姐姐表演的记得吗 蓝水把它倒到一个纸上面但是不会露 对吧 就是因为那个不是纸 那个是一种布但是他他他他跟我们讲可以撕但撕的时候会有白色的小渣渣往外飘 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的材料所以呢上一次呢就是我们小朋友都成了这个打架小分队都在揪这个娜娜姐姐魔术的漏洞于是呢就成为娜娜在魔术表演生涯当中的一次滑铁炉 我现在把一个水袋上来就不会死我已经知道这个魔术了 哦 我知道了因为碰着不一样这是一种感觉的那种布在学校做东西我就用过这种摘一下水它就不会漏不一样你不信自己摸这是一种布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板子上面什么字都没有 对呀 很难都没有 是吗 你看这上面是不是没有字啊 没带眼镜耶 没带眼镜耶 有 有 娜娜姐姐 我爱你 你是想让我 你是想让我 你是想让我跟我绝不知道 这是我魔术的滑铁炉好吗 今天将是我离开魔坛的日子 好 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里跌得更长 不 爬起来 所以呢今天娜娜姐姐姐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就是一直在练习魔术 好不好 他胆子真够大 对 胆在多多面前表演魔术 今天除了多多之外 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们 我们的爸爸们和我们的孩子们 都将非常认真的来看娜娜的魔术 我们倒是要看看他这一次的魔术有没有破绽 好不好 我们都可以戳穿的 都可以 都没有得一起 好 来 谢谢我们给我们的小朋友发我们的打假道具 你也要啊 给一个小分队的队长 我们就要掌声欢迎我们的魔术师谢娜登场 来 这么厉害 哎 哦 哦 哈哈 大家好 假 假 好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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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里有问题 我是太阳女神 一个称为喜山 曾经在这个舞台上也扮演过冰雪女王 但此时此刻我只是一位厉害的魔术师 帽子里有更多似的 他在带出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想大家一定记得 我曾经变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魔术 就是刚好是上一次大家来的时候 此次魔术震撼魔术界 将是我离开魔坛 将是我离开魔坛 震撼 震撼 被魔术界蒙羞 今天 我欢迎各位 亲爱的观众朋友 包括我们所有的嘉宾 现场来抓住我魔术中的破剑 这是破战的一次 好了 我今天要表演的是 预言 我看到了所有的观众 自发的发出了 哇 哇 娜娜娜娜 魔术师 多多小朋友刚刚有个问题 他想要问 你说 为什么这里有个红色的布啊 这只是一种装饰 就是只是他衣服好看的一个边 跟魔术没关系 因为纯黑的话 太单调 不是 万一他魔术变得穿帮了 他可以用这个红布 挡着自己的脸 欢迎 阿姨 帽子怎么那么高啊 帽子高 因为这样显得我人比较高 因为这种就是魔术师 可以把一个东西放在帽子里面 然后再把帽子一倒就没有东西 太棒了 我欢迎各位小朋友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待会会把帽子拿下来 好吗 接下来贝尔 有请 贝尔 我现在要写一个你待会将要说的话 意思是他还没有说你就先写 对 然后你写的就是他待会要说的话吗 没错 我想问一下贝尔 你是不是很爱你的爸爸 请回答 这也叫独心术 是还是不是 贝尔说很爱 是 谢谢贝尔 好伟大的魔术 接下来 这个魔术太神奇了 有请 杨杨杨 你完蛋了 杨杨杨 杨杨杨 什么都别回答 请问 你是不是个女生 不是 没错 好厉害 谢谢杨杨杨 姐姐 姐姐 有请 所以她站在中间 姐姐 请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再做一个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拜托 大家掌声鼓励 怎么了呢 只是想要姐姐说两句 好 那我要帮你拜托 姐姐大家小运生都不想当了 我经过上次之后 我在魔术界风生水起 将是我离开魔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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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请了一个大咖 作为我的助理 有请我的助理大咖 登场 原来是你 原来是何老师 即使打架少不能队长 又是魔术的助理 助理 这是我的耳环 稍微放一下 有点阻碍我的话筒 接下来 我要问大家问题 问的问题呢 我会请我的助理 都写在这个板子上面 我想问一下 报告 我需要你的帽子 OK 那各位朋友 刚才有人在质疑我的帽子 有没有 姐姐 电头 杨阳呢 质疑的意思就是 你觉得她帽子里面有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觉得我里面装了东西 太高了 我是 是不是 多多觉得呢 好 那么现在就给大家看 没有 真的没东西 没问题 欢迎大家来打架 我的魔术没有破键 可以的 我都别拆了 拆了 拆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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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是 不需要那么好看 变魔术变好就好了 没问题 好 这样我要问一下 三丽姐 在新的一年 对 多多最想做的三个字是什么 三个字啊 对 乖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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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想问一下 是养魔术还是养魔术 贝尔 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三个字是什么 我爱你 哇 可以 慢一点大大慢一点慢一点 妈妈了 那姐 那姐 最想对路易哥说的字是什么 多花钱 我把每一个人说的这三个字都写下来 好 问一下杨杨杨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来问一下 姐姐 三个字 我爱爸爸妈妈 哇 真的是三个字 我觉得这样 魔术师 如果你只是问台上的人 大家非常有可能会认为 你是跟台上的人串通好的 你应该随便的让观众来说一下 好 这位假发男 这个不是工作人员吗 不 妈妈说辛苦了 辛苦了 好了 现在呢 我在每个人的眼睛里面 特别是在多多的眼神里面 看到了一丝 一丝质疑 一丝 一丝质疑 一丝质疑 有请多多 多多 这是刚才每个人说的三个字 所有的观众还有台上的朋友 每个人说的三个字 我都有放到这个帽子里面 现在请多多任意的抽一个 好 不要给别人看 先不要给别人看 拿着他走到这个电话亭里面 进去以后才打开这个纸 这个纸呢 不要让任何人看到 特别是不能让我看到 有请爸爸 黄磊老师 到这边这个电话亭 多多你打601 然后跟爸爸说 你看到的这三个字 好 小心说 黄老师知道了以后 把答案写在那个纸上 好 黄老师 然后请你把这个题板 放到自己胸前 对 好 我说过 我会预言 我会把无形的东西 把它预言出来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我现在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铁丝 我 我说过 我会把无形的东西 把它预言出来 把无形的信息 变成有形的一根铁丝 我们把它拿出来 这是相当于你刚才 传递出来的 他们的那个讯息吗 没错 请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把无形的信息 变成有形的一根铁丝 大家看一下 这个铁丝 它应该是多多数的话 应该传递到这根铁丝上面了 我觉得可以请四个小朋友 每个人来拉一下 杨阳来拉一下 来拉一下 有没有问题 可以 没问题 好 来 姐姐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贝儿 贝儿有没有 多 你来拉一下 多来拉一下 有没有问题 你刚才说的话 都在这 怎么可能呢 不是 不是不是 说了一句话 然后再拿出来一个铁丝 不要问娜娜阿姨 这么复杂的问题 都合她不了 来 可以了吗 好 那我们现在请出我们的黑衣人 此时此刻我想问一下 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 有带热水的 有带热水 这么多人带热水了 你们是多可信 好会保养 这样好了 贝儿 你随便拿一瓶水上来 好不好 好 谢谢贝儿 来 放到贝儿来 好 谢谢贝儿 谢谢 这个帖子上面 就是有传递了 有多多 对黄磊老师说的话 那我们现在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让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 之前的所有步骤吧 在新的一年 你最想说的三个字 我爱你 开心点 多花钱 我爱爸爸妈妈 我把每一个人说的这三个字 都写下来 都有放到这个帽子里面 你现在就多多任意地抽一个 走到这个电话亭里面 走到这个电话亭里面 跟爸爸说 你看到的这三个字 我会把无形的东西 把它预演出来 这个帖子上面 就是有传递了有多多 对黄磊老师说的话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正是我离开摩坛的 正是我离开摩坛的 对黄磊老师说的是 反了 还是反了 这回没 这回没 对 这样就对了 对 我爱你 等一下 等一下 多多是不是真的跟黄老师说的 我爱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来 那我要是没写这三个字 那就说明娜娜的预言失败了 可以来 也许我听到的是这三个字 我没写 那我们很好办 那我们就请问多多到底说的 是不是 因为孩子不会撒谎 好吧 好 是这个上面的 对 他说的是这个上面的 他照着这个念的 这是我听了 大家的愿望 其中的一个多多抽的 掌声鼓励 小声说啊 爸爸 我爱你 听到了吗 黄老师 我爱你 好 看看黄老师的这个 而且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大家来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 你再放回热水里 它 多多你再把它放回热水里 它还会变成 你还会放回热水里 小慧 没有 这个金属是有记忆的金属 好了 没有了 这个还有一个新的 好 来来来 再放进去 哪个小朋友要试一下呀 别烫了手啊 激 hunger free 够壮的羊羊 够又进去 爸爸 肯花就变了 不 他值得这里面 就是跟这个连着的 大家可以 Nathan 不是 你要去看一下 正如黄磊老师所说 这根铁丝就是一种记忆金属 也就是涅态合金 在录制节目之前 导演组就在电话机里 藏了一段涅态合金 这种合金的原子 在不同的温度里 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晶体状态 这根铁丝在生产时 被加热到500摄氏度 并被锻造成我爱你的形状 冷却后 它可以被折成任何形状 但一旦把它加热 它就会马上恢复到之前的形状 小朋友们 是不是很神奇啊 你看这种 我爱你 好 大家玩开心以后 现在让我们站成一排 遗验这种爱的力量 我爱你 记得要给身边的人说我爱你 来给我们的魔术师来掌声 记得要给我们身边的人说我爱你 要给我们的亲人说我爱你 我现在请我们所有的朋友 赞成一排 好不好 我们要体验这种爱的力量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红布 我们现在要体验这种爱的力量 带来的奇迹 就是这样传过来 好不好 这样扔过来 挨着挨着挨过来 每个人都接住前面的人 传递出来的爱 好 来 预备 开始 你不要求助我 你不要求助我 小朋友谁来试一次 来 给你 给你 扔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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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掌声给我们的魔术师 Sina 其实我们的原理呢 今天的原理就是关于这个记忆 刚才我们这个铁丝呢 其实是一个记忆的金属 后面的这一块这个红色的这块布料呢 也是我们通过压制 让它有一个记忆 有一个形状 所以在不断的抖动当中 它可以恢复它的 我们设计的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希望呢 在新的一年里面 爱可以牢牢的固定在你的生活当中 谢谢大家 妈妈可以说 不要穿本情 称长情 妈妈再要一个宝宝 这样就有三个宝宝了 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三个字是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爸爸妈妈 我爱你 我爱你 飞鹤一段号来本 飞鹤来本 提醒您下期探点 大年初三 李一峰 唐烟 舒畅给您拜大年了 李一峰现场送大礼 李一峰非常有诚意啊 各位请看 这是什么 还首次挑战花骨戏 胡大姐 你是我的娘咯 她的女士算了 没办法 我女儿是朋友 更是叫板大蹲为海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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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 你不愿意是在这个舞台上 第一次赢得这么彻底的一次 我赢得的比赛 有什么用 等一下 我问一下 我说她把我的苹果都给她吃了 我明白 新春热闹升级 游戏王何老师竟惨遭滑铁炉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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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郎腿 恭喜 你为什么好吗 我不是一队吗 超人 好 二郎腿 还这么有问题 二郎腿走了 快乐集团大型年会 玩尽花样 员工福利大派速 在哪儿啊 一百的 不许用手接啊 海涛你要干吗 打点 两个锅打点了 出场 你有接到过一张吗 更有员工大合影 嗨翻全场 三 二 一 我第一次有那种 天下唯我独尊的感觉 明天踩到上面不知道谁 把我一下子投消息 全场合唱大PK 你可总总朝起又朝落 好 我们来听听听看 听完了自己来认领这个声音好不好 来 天地悠悠波 这个烟爽嘛 因为她很粗 大年初三 一起闹新春 谢谢 好的 来 掌声给大家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微博智能手机快乐大银的全部内容 再次呢 希望大家大年初一的时候 去支持我们的萌娃们 支持我们可爱的爸爸们 支持我们这些幸福的家庭 爸爸去哪儿 请大家到大殿里去支持摩摩的 跳房大卖 支持 所以在节目最后 让我们感谢飞鹤一贯好台粉 资源无归有洗头水 以及你好漂亮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 谢谢 好 如果你快乐的话 要看快乐大银 不快乐的话 更要快乐大银 大家记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照 同时记得一会儿收看奇妙的朋友哟 好 大家先感谢下期见 记得来看爸爸去哪儿搭电影 大年初一晚上 跟她说再见 来 然后 姐姐跟她说再见 贝儿跟她说再见 贝儿跟她说再见 好 好